大家早上好 这几天我也在关注我们国内的新闻 然后也看到今天谷歌上面的一个新闻是 说我们国内游的顾客是中产便破产 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幽默的标题 就是说很多人来了新加坡以后 就是喝一杯果汁 就按人民币算的嘛是十几块 吃一个辣椒螃蟹231新币 就是1000多人民币 这吃个辣椒螃蟹有这么贵吗 当时我吃的是我大哥请的 我还真不知道 应该没有这么贵吧 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吃的 吃的那个餐厅的等级是多少 因为我是想说一句公道话 我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些新闻和大家的一些评价呢 因为我的视频是一直拍的是那些小贩中心 或者是比较亲民的东西 就是普通老百姓消费的地方和价格 我大家来旅游的那几天呢 我的分析是因为那几天刚好是年三十年初一年初二这几天 因为新加坡我也讲了大部分都是华人嘛 他们也是过比过年比我们国内过的还隆重 他们可能是没有上班 就是那小贩中心这些是肯定没有上班的 没有开门的 他们应该是在景点就类似于说你如果住金沙 你肯定是在金沙那里面吃 你如果是在市中心也是肯定是在市中心一些好一点的地方去 类似于旅游景点的东西可能会贵一点 但是就是如果是小贩中心这些地方去吃饭 那肯定是没有那么贵 但是你要说这个喝东西吃东西 你要再去按人民币算确实是不便宜 旅游对于我来讲我最关注的就是新加坡这边有没有宰客 有没有就是说乱要价格抬高价格还真没有 就是类似于我没有看到说酒店订房的价格啊 他们到了突然间提升了价呀 类似于出租车也好 还有什么地方也好抬高他们的价 至于餐饮呢那人家是明码标价你吃的时候看清楚 你觉得你承受得了你就吃承受不了就不吃对不对 我没有说替新加坡这边人说话啊 我只是实话实说我现在去我也不怕不要面子的 我首先会问多少钱呢 他如果跪了我就笑一笑就走了 那没有关系的嘛 所以呢我也是跟大家也讲了 出来玩是开心的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受到 就是说那种额外的收费呀 那是可以讲的就是不属于别人宰你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的数据是春节的时候他们的订单暴涨了百分九百分之九百六六十倍 那你想一想那那那一个国家的酒店啊这些客房啊也都是有有限的加上公寓 但是真的没有一篇报道说他们的房价高到临时的提价是哪里都会提的 之前我在中国我也是会提的一到过节假日啊哇那都是几倍的往上提那商家嘛他就是赚这几天的钱 不是说奸商是你做生意如果是始终如一的价格 那你看过年餐饮也会加收几块钱呢对不对 有的是几毛有的是几块这样子 所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是觉得也是很好笑 我就是觉得也说的有点夸张了不可能说来捋个油就破产是不是 但是能看到他们这边就是没有让我们很多人就是宰客啊说是投诉啊那已经很开心了 真的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往好的那一面去看了不要被一些不好的一面去搞的什么真的是以为来捋个油就破产了那些笑话 希望所有的人呐都新年努力赚钱来年呢好好享受生活好好旅游 呃也是过年国庆的几天长假我相信国庆也会有很多人来的 不想说我会很亲切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 我很纯洁 可是我不能拒绝 心中的感觉 当当可爱的甜 默默真实的恋 你的想象我能理解 许多的爱 我能拒绝 许多的梦 可是我不能忘记 你的笑脸 想象长长的梦 搭搭脚下的鞋 不管明天是什么季节 一样的天 一样的夜 一样的我 就在你眼前 一样的路 一样的雪 我无能 没有一个世界 我不想说 不忍心切 我不想说 我不想说 我不能分析 我和你说 可是我不能拒绝 只要心中的感觉 当当可爱的甜 默默真实的人 你的想象我能比较 一样的天 一样的夜 一样的我 就在你的眼前 一样的路 一样的雪 我不能 没有你的世界 不忍心切 一样的天 一样的夜 一样的我 站在你的眼前 一样的路 一样的雪 我不能 没有你的时间 一样的天 一样的夜 一样的我 站在你的眼前 一样的路 一样的雪 我不能 没有你的时间 一样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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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月